好 追踪第一线 在我们线上的是 TVBS北京特派员 陈韵文 韵文午安 午安 舒睿 好 韵文想要跟你请教 乌俄冲突现在持续升温 但是欧盟外交代表日前才表示说 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当乌俄的协调者 另外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的内容 似乎也有提到 必须要用对话来解决这场纷争 那么详情邀请韵文来告诉我们 我们用作文来看到 是其实因为中国大陆 它不仅跟俄罗斯友好 它其实跟乌克兰本来的交情也是不错的 而且中国大陆也是俄罗斯 跟乌克兰这两国的贸易伙伴 而现在欧美国家对俄罗斯 实施非常严厉的经济制裁 但是都没有办法让俄罗斯 因此而停止战火 所以来看到现在欧盟的 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就说 欧美在这次的俄乌战争当中 是没有办法进行调停的 只有中方能够做到 所以呼吁中国大陆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 当然了这个消息报导之后 中国大陆也就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的驻欧盟使团就发布了消息说 他们是非常关注俄乌局势的发展 这个俄乌战争也非常希望这个战火能够停下来 同时鼓励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要直接的谈判 另外也是呼吁就是欧盟美国跟俄罗斯 必须展开平等的对话 要直接面对这长久以来所累积的一些矛盾跟问题 另外就是中方也强调 他们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跟政策 那一切只要是不利于外交谈判 跟这个会火上交流的事情 中方都是强烈的反对的 那除了这些部分 我们来看到是在日前 就是中方的外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通了电话 他们对一些像是乌尔战争 还有美中关系跟朝鲜半岛的问题交换的意见 我们就来看到是针对这个俄乌战争的部分 王毅表示这最终还是必须靠对话谈判来解决 而且呼吁美国要重视这个北约组织不断的连续东扩 对俄罗斯造成的这个安全环境的负面影响 那至于这个美中关系的部分呢 王毅说他是呼吁这个推动 要中美之间要推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时达成的共识 并且呢再次的喊话美国 要回归到一个中国的原则 停止在纵容台独的势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 其实呢在今天下午三点钟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两会期间的议程 最受关注的外长王毅的记者会 那当然呢这些提问呢 不会有脱稿演出的状况发生 但是王毅对于这个俄乌局势 会没有进一步的表态 或者是更多的中方立场的说明 都是国际媒体非常关注的焦点 那我们会在现场为大家掌握第一手消息 好所以今天下午三点 外长的记者会大家要特别关注 我们会持续为您来掌握 另外韵文还要再跟您请教 虽然现在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提出swift 不过中国大陆不但没有对俄罗斯 实施经济制裁 甚至在开战之后还放宽 俄罗斯小麦的进口 那么请韵文帮我们分析一下 乌俄开战之后 是不是反而加深了两国的交流呢 好没有总体来看到 是其实尽管说欧美对于俄罗斯 严厉的经济制裁 但是中国大陆始终都是没有跟进 这些经济制裁的 甚至上周我们来提到的是中国大陆的 网民们用他们人民币去下架俄罗斯 官方电商的产品表达支持 而且刚刚提到的是在开战当时 中国大陆也放宽了俄罗斯小麦的进口 那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俄罗斯的最大出口目的地 那并且双方还在北京冬奥期间 就是习近平跟普京会晤时呢 还签下的是高达1175亿美元的能源订单 所以呢预计双边的贸易额呢 会在2024年会提升到大约2500亿美元的高额数字 但是尽管双方这贸易的关系好像蛮紧密 蛮互相支持的 但是其实尽管有中方的支持 恐怕也是很难去解决现在俄罗斯 遭受欧美严重经济制裁的困境 我们看到有三个部分 好 第一点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它最大的出口产品就是能源 好 来看到第一项呢就是关于这个原油的部分 它其实大部分还是输往的是欧洲 那中国大陆占比其实并不多 那像是呢俄罗斯供应的欧洲每天的原油是超过了260万桶 那这么庞大的数量是很难要求中国大陆把它全部吃下去的 尤其呢这原油如果要输到中国的好望角 那这样的这个运输成本会太高 会推高整个原油的价格 那我们再看到的是天然气的部分 尽管说输往中国的目前的量是每年大约是160亿地方公尺 但是呢在俄欧开战之后 这个被德国终止的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线 它是规划要运输高达是500多亿地方公尺的天然气的量 所以呢这个数量就是蛮悬殊的显而易见 那我们再看到的是第二点就是其实贸易之外 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的作用帮助并不大 好 因为呢其实中国大陆它并不是俄罗斯 他们最主要的外国投资者或者说贷款人 再来呢就是尽管说俄罗斯被踢出这个国际结算系统 那中俄两国都有自己的这个货币的结算系统 但其实这些都只限于他们境内使用 是没有办法来取代这个国际的货币结算系统 那最后就是其实中国大陆也很难就是很坚定的去支持俄罗斯 他们应对西方制裁的一些相关动作 我们看到是路透社有指出的是 其实中国大陆一些银行呢也正在想办法 要把俄罗斯的业务转移到一些比较小型的银行当中 就是很担心被波及受到二级的制裁 好 但是其实呢尽管说中国的支持之下 那俄罗斯它的经济面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成品制成品的进口需求 就可以靠中国来满足 但是整个经济的冲击 势必还是没有办法来弥补来打平的 所以有专家预测呢 其实俄罗斯在开战之后 他们今年的整个GDP应该会下降10% 所以就是经济会有大倒退的情况出现 好 所以可以听得出来 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其实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帮助是有限的 我们再次感谢郁敏文 感谢您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